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教育跟交流的机会 我们把它丧失了非常的可惜 而且我们所展示的除了我们信众对于佛教 以及新云大师的尊重之外 你看今天总统跟秦正渊阳都来了 他们两位都不是佛教的教徒 都显示出我们这个民主的国家 对于宗教的信仰是非常尊重的 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不给他们来到这里来看到 来学习 潜移默化他们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惜 让我这样子讲 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 对于大陆的佛教 给他们看到我们佛教的正知 正见正觉 以及我们佛教的仪式是多么的庄严 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教育跟交流的机会 我们把它丧失了非常的可惜 而且我们所展示的除了我们信众对于佛教 以及新云大师的尊重之外 你看今天总统跟秦正渊阳都来了 显示我们他们两位都不是佛教的教徒 都显示出我们这个民主的国家 对于宗教的信仰是非常尊重的 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不给他们来到这里来看到 来学习 潜移默化他们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惜 我却不愿意批评 因为我个人答应过 对于政治我是不批评 但是我再讲一遍 上次这样对于他们教育跟交流的机会 真可惜 这次我们在台北荣家 在三峡我们做了一个 三十纪念的超度法会 是现在接班的安保堡上 来帮我们主持 总统也到了 而且他从头主持到尾 一共三个小时 我个人非常的感动 因为像这种大法会 都是大和尚来一下子 或者念一唐经之后 就下面去交给其他的人 但这一次他是却从头到尾 所以我在想 除了我对新宝和尚要辞尽之外 也还他一个好像是人情一样 那么再说 我读到很多他们给我的新 我们法师的新元大师的书 我也感觉着非常的感动 我很多的感想想讲 但是我想 最后一句话 有佛教能够安顿人心 教化人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